在山西省晋中市河顺县 有一处历史悠久的传统古村落 回黄村 村落依山而建 村内道路和大部分房屋都是就地取石 形成了院院相连 错落有致 独特的石头村 8月6日 记者来到这处位于太行山脚下的石柱古村落进行探访 这里环境优美 松西河从村中川流而过 河的两岸 明清时期至今不同年代的诸多院落 错落排开 零次之笔 咱们这个村子 关键的第一是不平 它这个节奏都是 你看都是一三二节 一三二节 过去这个石头啊 九头不方便 都是靠着人工往上推的 过去这个村子 还是菜这个石脚 磨脚 还是手工是非常好的 大部分的石脚都是村里 听了人们都是村里挖光石脚的 你看这些节奏都是规模挺大 全是十块儿 村内最大的院落是当地的晋商赵家所建的赵家大院 赵家发家于清末时期 以农奸商 经营有钱庄 票号 贩卖丝绸 茶叶 戏剧器材等 赵家五代晋商 在家乡回黄村建有十二个院落 共三百余间房 中部赵家大院有十二个院落 其中包括长工房 还有粘末房 还有粘末房 也是修楼 还有那个粮草 房粮事里 赵家大院在村内院院相连 规模极大 风景错落有致 最早的院落建于清朝末年 其实这个院落都四通八单 都能通过 上面都通在 下面也都通在上面了 像这边过去不是 都过了那几串院了 只不过现在不是 由于四建九长 年九十九都给变了结构了 咱们再过去后面 这就是造成的赤堂 赵祖大院的赤堂 咱们再过来这 像鞋子开这个 这是周家大院的赤堂 共同楼祖宗里 像这 像这个 这是那个粮草 当天 三十余位五人机航拍飞手聚集于此 进行航拍 它可以用太阳山的这个大山做背景 非常漂亮 前景是我们的山村里的小河沟 然后这些飞烟斗拱 非常漂亮 然后这个是中景 然后背景是一些大树 然后再后边就是大山 非常美丽 村庄距离县城较远 人烟稀少 非常宁静 村中只有一些年长的老人 不少房屋无人居住 已经荒废 我们这个村啊 是零三年 比国家列为第二批传统股虫了 我想通过媒体的宣传 报道 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 我们一起来保护股虫了 好 先进行 在外面互相关 要不然